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 赐给我们美好的救恩 主心的一个主日开始的时候 也求主祢帮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得到审思 知道我们白白得到这个救恩之后 我们应该如何来过我们的生活 以致我们所行的所说的 都能够配得所领受的恩典 主帮助我们今天早上 我们每一个服侍的 不管是采语传道的讲道 建民执事的带领 还有我们的台前幕后 我们直播主招待员 都向主来仰望 帮助我们小小无饼二鱼的服侍 能够被主大大的使用 祝福着我们在实体现场的弟兄姐妹 也祝福着在线上看我们崇拜的弟兄姐妹 我们如此地祷告 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上次的网友 我们下山 是 为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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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尸体还有线上的主内弟兄姐妹们 欢迎你们来到圣上一堂 圣诞后第一主日 早导崇拜 诗篇一百五十篇 这么说 你们要扎美耶和华 在神的圣索扎美他 在他显能力的穷仓扎美他 要因他大能的作为扎美他 按照他极美的大德扎美他 要用脚身扎美他 鼓舌弹琴扎美他 祭鼓跳舞扎美他 用十全的乐器和销的声音扎美他 用大响的波扎美他 用高声的波扎美他 凡有栖息的都要扎美耶和华 你们要扎美耶和华 让我们听入殿诗 荣耀归于真神 并且默想歌词 预备自己 敬拜上帝 听将海的大仇 祭鼓 Gott 和宫之眼 荣耀归于真神 阿 真 久 大使 归 Boulder 归散镇 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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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上阿生命为人 赎罪受害 用圣的力打开 忍忍的敬睬 赞开主 赞开主 全力听主圣语 赞开主 赞开主 万平快乐高兴 今来 借主叶苏 寄入伏家中 荣耀为主 祂已拯救 祂是功 赎罪 万千救恩 主宝贤工许 贷心者的永生 神定律师人 只要我从罪 认真心接纳主 毕竟 请到耶稣给奉他饶恕 赞开主 赞开主 全力听主圣语 赞开主 赞开主 万平快乐高兴 请来 借主耶稣 寄入伏家中 荣耀为主 祂已拯救 祂是功 荣耀为主 祂已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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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为主 祂是功 荣耀为主 祂已拯救 祂是功 荣耀为主 祂已拯救 祂是功 荣耀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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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 荣耀 使我们借着圣子耶稣基督将自己献上侍奉主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上帝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不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我们应当在全能上帝的面前 天公认罪 慧众请做货柜 让我们仿施我们得罪主 和得罪人的地方 我们大家一起认罪 全能的上帝 我们的天父 我们常在思想 原意和行为上得罪主 又得罪人 又因自己的疏忽 本性暖落 当做的不做 不当做的道去做 现在我们痛改前非 劫心悔罪 因这圣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舍命 求主赦免我们以往的罪恶 又施恩 是我们成为新人 尝试奉主 就将荣耀贵于主的圣名 阿们 全能的上帝 愿你饶恕一切 真心悔罪的人 愿上帝连续你们 赦免你们 拯救你们脱离一切 所犯的罪 坚定你们的心智 加强你们行善的力量 保守你们得享永生 这都是靠着我主 耶稣基督 阿们 阿们 回终请站立 作为蒙上帝欢树 为他所接纳的人 我们也要彼此的接纳 让我们以无接触的方式 彼此温安 我们继续站立 今天是圣诞后第一主日 我们一起用本日注文 同生祷告 全能的天父 当日圣子耶稣基督 在圣殿中被显于主 成了以色列的荣耀 和世界的光 借着它 让我们也能为主献上 在这世上 为主彰显你的荣耀 这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 阿们 大家请坐 这时 我们请 余毅敏 姐妹 来攻读今早的经文 经文曲子 诗篇 十九篇 第一 字 十四节 朱天 述说 神的荣耀 穷昌传扬 祂的手段 这日到那日 发出言语 这夜到那夜 传出知识 无言无语 也无声音可听 祂的亮带 通遍天下 祂的原语 传到地极 神在其间 为太阳 安设赞目 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 又如永世 欢难奔路 祂从天这边出来 落到天那边 没有义务 没隐藏 不得祂的热气 耶和华的律法权备 能苏醒人心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 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顺持正直 能快活人的心 耶和华的命令 清洁 能明亮人的眼目 耶和华的道理洁净 纯道永烈 耶和华的典章真实 全然公义 都比金子可羡慕 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 比蜜钢甜 且比风房下地的蜜 蜜钢甜 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 他守着这些便有大伤 谁能知道自己的过世呢 愿你赦免我 隐而未现的过错 求你郎主仆人 不放任意妄为的罪 不容这罪挟制我 我便完全 免犯大错大罪 耶和华 我的磐石 我的旧宿主啊 愿我口中的言语 心里的意念 在你面前 在你面前蒙远 这是上帝的话 感谢上帝 各位线上的朋友 弟兄姐妹们 大家平安 今天是福音主日 福音就是好消息的意思 那现在就允许 那现在就允许我用刚才 玉民姐妹所读的 经文当中的一句 来祈祷 耶和华 是为了把人从罪恶当中 拯救出来 在今天的信息当中呢 我想和大家一起的 从另外一个侧面 来讲同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有一位的创造主 他为我们的缘故 不但创造了这个美丽的世界 更赐下他宝贵的话语 以指引我们如何过好 这一生的生活 那现在就由我们一起的来 认识这一位荣美的创造主 这个周边都是树木 所以稍微一碰就有声响 沙沙声 那刚才我们的余姐妹呢 为大家所读的这个诗篇 十九篇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 一首的诗歌 我们来往下翻 那任何一个读过这首诗的 诗篇的人呢 很容易就会发现 其实这一首的诗歌呢 会比较会分为 就是很明显的分为两个 看似不相关的部分 那在第一部分呢 我们会发现 就是诗人在描述的是 神的创造的美丽 比如说他有提到诸天 有穷仓 还有太阳 那在诗篇的第二部分呢 是诗人用了几组的敬意词 来表达对于神的律法的称赞 比如说律法 法度 训词 命令等等 那其实呢 都是具有这个相近的意思 可能大家都会感到好奇 就是说 这个两个部分之间 到底有怎样的一个联系呢 当然今天讲道不是要带领大家 如何去分析这个诗歌的这个结构 但是我盼望的是 是在讲道结束的时候呢 大家多少会窥见 这两部分内容之间的 某一些的内在的联系 而这呢 正是我也在准备今天这个讲章的时候 有这个福分去看见的 在今天的信息当中呢 我们将会从三个方面来阐述 我们神的荣美 那这位神呢 是与我们 也就是我们在座的 以及线上的所有的朋友 弟兄姐妹们 是息息相关的 哪三个方面呢 大家请看屏幕 这三个方面就是 一 我们神的荣美 彰显于他的创造 第二 我们神的荣美 启示于他的律法 第三 我们神的荣美 体现于人的谦卑的寻求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 我们神的荣美 彰显于他的创造 我们来看这首诗的 这个前面的四句啊 刚才因为我们的 与姐妹已经为大家读过 这一段的经文 所以我就不重复 只是突出 强调其中的一些重点啊 大家能够看到 比如说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穷仓传扬 他手的作为 诗人呢 在这里是为我们呈现的 一幅非常美的一个画卷 在这幅画的当中 我们看到了他 所拟人画的两个被造物 一个是诸天 一个是穷仓 诗人在说他们在做什么呢 他们是在不停地述说 和传扬着上帝的荣耀 以及他的作为 那从这几节的经文当中 我们能够看到诗人 想告诉我们 主要有两件的事情 第一 就是诸天和穷仓 包括后面提到的太阳 其实都是神所创造的 他们本身并不是神 因为诗人说他们的存在 是为了述说和传扬 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荣耀 以及他的作为 第二 虽然他们没有发生 但是呢 他们无时无刻 不再向我们述说和传扬着 造物主的荣耀和作为 因为诗人在第四节这样说 从这日到那日 从这夜到那夜 指的呢 就是诸天和穷仓 其实是在昼夜不断地 持续地向我们诉说着 有关神的事情 这也就像保罗在 罗马书一章十九至二十节这样说 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勇能和神性 是明明可知的 虽然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也就是说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很容易 很显然就能看到 神的作为和祂的荣耀 那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家 约翰·加尔文 在基督教要义的开篇 就提到 我们要认识 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他这样说 虽然神的神性 远超过人的认知能力 但是呢 神所创造的每一件的作品 都刻上了祂荣耀的记号 就无论你往哪里看 宇宙当中 神星星点点的荣耀 随处可见 你无法一眼 侧透这浩瀚 美丽的宇宙体系 不得不为其巨大的荣耀 所折服 那在这里 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人物 就是一位很有名的 英国的物理学家 叫Isaac·刘顿 他被尊成为是近代物理学的指父 那他以毕生的经历 研究宇宙的奥秘 深感造物主的伟大 他指出 当我观看太阳系时 当看到地球到太阳的距离 刚好是地球得到 十亮的光和热 这可不是偶然的现象 那有意思的是呢 他有一位朋友 叫哈雷 是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 也是哈雷彗星的发现者 他是一名无神论者 那有一次 刘顿造了一个太阳系的模型 大家能看到这个左下方 那这个太阳系的模型呢 中间这个金色的呢 就是太阳 而四周呢 对应着是按次序排列的各大的行星 那只要一拉这个曲柄啊 每一个行星呢 都会按照这个轨道和谐的转动 非常的美妙 非常的精彩啊 那当这个哈雷有一次去拜访这个刘顿 看到这个模型的时候 他感到非常的惊叹 他说这个是谁做的呀 刘顿就没说 没有人设计的 这只不过是各种的材料 凑巧的碰在了一起 形成的这么一个的系统 那哈雷知道他不是在说真话 他就不相信的说 那无论如何必定有人来创造这个作品呀 而且这个创造这个人 系统的人呢 一定是一个天才 那刘顿呢 这个时候就拍着这个哈雷的肩膀说 这个模型虽然精巧 但是比起真正的太阳系 实在算不了什么 你尚且相信 一定有制造这一个系统的这么一个人 那比这个模型精益亿万倍的太阳系 岂不是全能的神 用高度的智慧创造出来的吗 这个时候哈雷就不说话了 亲爱的朋友 弟兄姐妹们 那请问大家有在夜里 仰望过星空吗 我曾经在中国的时候有过 那当我们躺过在草地上 或者是沙滩上 仰望满天的繁星 可能在新加坡这边就看到的星星比较少 大家如果有去旅行的经历 如果能够就有可能会看到满天的繁星 当我们想象一下 看到这满天的繁星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是否会油然地生出一种的感叹 就是在这样一个浩渺的宇宙当中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球 这个世界顶多算是宇宙中的一颗尘埃 而对这个世界来说 我跟你的生命 其实也只不过是一种非常渺小的存在 但是有多少次 特别是当我们的生命出现了挫折 遇到困难 经历苦痛 或者是遇到任何我们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总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 充满了愁苦和忧伤 但如果我们能够像诗人 今天所展现给大家的 把我们的视野扩大 从宇宙 从诸天 从穷参的角度 来看待我们目前所面对的这个问题 会不会有可能 就是我们感觉 其实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其实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大 有一位18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叫康德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说 世界上有两件事情是最震撼人心的 一件是头顶的灿烂星空 一件是我们心中高尚的道德法则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 盼望我们不是只会埋头于忙碌的日常的生活 和人世间的纷繁舞杂 而是能够在时代的时候 我们能够驻足 能够仰望星空 并倾听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透过他所创造的万物 来向我们持续地温柔地说话 我们现在接下来往下看 在诗篇十九章四节到六节 这里也有提到 就是我们会看到在这里 诗人把他的镜头 从这个诸天 从穷仓这个外在的太空 来聚焦到老天空当中 一个最为显眼的物体 就是太阳 那很显然的 诗人在这里呢 也是使用一种拟人化的方法 把太阳描写为 是一位刚出洞房的新郎 以及欢然奔跑道路的勇士 字里行间流露出这种欢快的气息 那我相信大家都见过 早上七八点的太阳 其实就是在昨天早晨 当我出门来参加圣诞的崇拜的时候 我都再一次地被太阳的光线所震撼 只可惜我手机所拍到的不够的清晰 真的是无法捕捉到 我当时候所看到的 那一幕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色 就是太阳刚刚升起的那种感觉 我回想到我之所以会被它吸引 其实是因为太阳的升起 给人一种朝气蓬勃 意气风发的感觉 万物因着太阳的升起 而吸收它所发出的光和热 以致能够恢复生命的活力 诗人在刚才的这一段经文当中说 没有衣物可隐藏 得不到它的热气 指的就是太阳光所传递的热量 使世界上的万物都得着温暖 那其实在古时候的中东地区 也就是以色列所在的周边地区 太阳也一直被视为是一种公义 正直的和审判的神明 不过与周边的世界不同的是 以诗人为代表的古代以色列人 他从没有将太阳本身 当成是一个神明 而是与其他的物体一样 也是上帝所创造的 不过在圣经当中 太阳也经常被作为 是公义的象征出现 这里我们看到 马拉基书四章二节这样说 但向你们敬畏我民的人 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 其光线有医治之能 所以在太阳面前无处隐藏 其实是告诉我们两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就是指所有的物体 都从太阳获取所需的热量 第二所有的物体 也都暴露在太阳的光线底下 接受它的审视 其实在我们华人的文化当中 我们也常常听说 光天化日之下 其实也是隐含的 太阳是公义的象征的 这么一个意思 好的 那现在我们就谈完了 我们在这个诗篇的第一个部分 我们谈到了神的荣美 是如何的彰显在祂的创造当中 不过问题来了 就是说 即使我们相信这个世界 是有一位神所创造的 我们又如何晓得 祂是哪一位神呢 祂跟我们的生活 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来到这首诗的第二个部分 就是我们神的荣美 启示在祂的律法 或者说妥拉里 启示就是揭开的意思 从刚才余姐妹所读的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诗人 在这一个部分里面 就在非常高谈的 高谈阔论的谈论 神的律法或者是妥拉 带给人的益处 比如说 能使人的心灵或者灵魂苏醒 能使人有智慧 能快活人的心 也就是说 使人的心快活 能够使人的眼睛明亮 也能够使人变得富足 能够使生活变成愉悦的享受 并且能带给人丰厚的回报 可能一听到神的律法 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甚至包括一些 已经信主有一段年日的基督徒 会感到很不自在 就以为律法 指的就是很多僵硬的 这些法律的条文 规定着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如果要是违背的话呢 就会被惩罚 那其实呢 这个是对于圣经所说的律法 或者是他的原文 陀拉 得一种非常狭隘的这个理解 那其实在西伯来人的这个处境当中 律法或者是陀拉这个词 指的是一种的教导 或者是指南的意思 在智慧文学当中 它指的是为任何想认真过智慧生活的人 所提供的指引或者是教导 是一种正确生活的指南 就有点类似像中国古代的 言世家训 增广贤文等等 大家能够在屏幕上看到 其实它所 因此它带给我们的呢 其实是一种通向自由的 能够脱离罪的 狭制的这么一个的媒介 而不是一个难担的一个的重担 不过诗人 在这一个你所谈的 耶和华的律法等等 跟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部分 神的创造有关系吗 答案当然是有的 首先呢 我们看到诗人在这里 将视野进一步的收窄 现在呢 就是集中于从穷仓 从诸天 现在要把它视线拉回到 神所创造的最高等的生物 也就是拥有神形象的人身上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们看到 在第二部分 神开始有了一个具体的名字 耶和华 那耶和华是谁呢 在第一部分的时候 诗人告诉我们 这一位神 他是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但是没有告诉我们 这位神是谁 直到这里呢 诗人告诉我们说 这一位神叫耶和华 指的是那一位 以以色列的祖先 亚伯拉罕 以撒和雅各立约的神 是自有拥有 忠于他的约 且满有丰盛的慈爱 全然公义的神 因此到了这里呢 我们对于神的认识 就更加的具体 也更加的清楚了 第三 诗人在这里特别谈到 耶和华的律法 所带给人的种种的功效 就是刚才能够使人眼睛明亮等等 那其实就是告诉读者 就是说 正如无一物 能够在太阳底下隐藏一样 那么我们的心里 任何人的心里 没有任何的事物 能够在公义的神面前隐藏 神 耶和华神的律法 或者是妥拉 它是全备的 也体现在 它关系到我们人的 整个的心生灵 比如说 它能够使我们的灵魂苏醒 能够使我们的心快活 能够使我们的头脑 变得有智慧 能够使我们的眼睛 看得清楚 整个人的心生灵 包括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所以呢 其实这里提到的 其实跟我们第一部分的关系 就很清楚 耶和华的律法 就像太阳一样 既能赐给人丰厚的回报 赏赐 也能够公义的审判人的罪行 在新约圣经 希伯来书 有这么一段话 其实我读到的时候 我高兴 也忧愁 是因着呢 有的时候我会发现 神的道 是如此的深刻 祂的道是如此的活泼 如此的有功效 我们心中一切的思虑 我们灵魂里面 一切所隐藏的 以为我们能够瞒住人的 那都能够被神的道 所赤入 剖开 连我们心中的意念和主意 都能够被神所辨明 因为呢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 在他面前 不是显露的 万物在他的眼前 都是赤裸敞开的 而我们呢 必须向他交账 那据说在犹太人的 这个家庭当中 在孩子小的时候呢 孩子的妈妈 就会在圣经的这个书页上 递一滴的蜂蜜啊 那然后让这个孩子 去填那地在圣经上的 这一地的蜂蜜 目的是要教导 这个孩子一个宝贵的功课 就是圣经的话语 像蜂蜜一样的填 因此呢 就培养孩子从小 对于圣经的热爱 使他们的年纪 在很小的时候呢 就热爱去读圣经 那我们可能大家 也其实都已经知道 在全世界的民族当中 犹太民族的平均的 市值率是全球最高的 他们民族当中所诞生的 这个诺贝尔奖 这个获得者 占这个总人口的总数 在全球也是遥遥领先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要问回我们自己 我们是否有体会到 神的话语比金子更宝贵呢 是否真的有体会到 我们的圣经 神的话语比蜂蜜更甘甜呢 我们有没有好好地教导 我们的子女 我们年幼的弟兄姐妹 来欣赏 来品味 来咀嚼 神的话语呢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 我想如果我们在地上 看到一块金子 我们会出于本能的 想都不用想 我们就会去跑去 那如果有一本圣经 摆在地上 请问我们会看见金子一样 去把它捡起来 翻开阅读吗 我们对待神话语的态度 其实就反映出 我们在神面前 是怎样的一个人 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三点 就是我们神的荣美 体现在人的谦卑寻求你 那正如我们看到 宇宙星空的浩瀚的时候呢 我们不由得想起 我们自己的卑微和渺小 那同样的 当我们想到神的律法 妥拉的全备 祂的全然的公义 清洁和可靠的时候呢 我们才能够意识到 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是何等的麻木 愚昧 污秽 善变 以及瞎眼 因为呢 罪的存在 使我们不能够活出 完全 喜乐 智慧 以及丰盛的生命 而唯有 当我们谦卑地降服在神的脚前 祈求这一位不但是创造主 同样也是救赎主的上帝的饶恕和帮助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活出我们本在上帝面前 当有的一种的生活的样式 我们的行为呢 也才能够蒙神的悦难 因此如果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 从刚才的信息当中 我们回过来看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世人的视角 是从上到下 从穷仓 到这个世界上 然后再到人的内心里 是一种从外到内 从宏观到微观 这么一个逐渐 剔进的过程 诗人首先呢 是带领我们仰望诸天 穷仓 然后是穷仓之下 天空中的太阳 之后呢 是上帝的律法 和这个世界上的人 然后就深入到诗人 他自己的内心当中 对于上帝的告白和祈祷 而且呢 诗人也从无一物 能够在上帝面前 能够在太阳面前隐藏 联想到自己内里的这个罪 在圣洁的上帝面前 无处遁形 因此呢 他只能向神谦卑地 承认自己的罪 进而能够获得神的赦免 和更新 因此我们看到 这一首的诗 其实是一个前后连贯 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那说到这里 可能有的朋友 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 即使我相信你所说的 这一位耶和华 是一位很好的神 而且他设立律法 是为着我们的益处 我要去接受他呢 凭什么我也将自己的人生 交往他人掌管呢 这不是一种的冒险吗 而且我的人生 我负责 不是天经地义吗 就像中国有一支广告 语告诉我们的 我要我的自由 那如果我们可以毫无拘束 我们可以想干嘛 就干嘛的话 这岂不是非常的好 那这里我想跟大家 接受一位 所谓很有名的一位 存在主义哲学家 叫做让保罗·萨特 他就是一位无神论者 那他也在反思自己的人生 反思人的存在的状况的时候 他这样说 人一方面是绝对的自由 但是另一方面呢 却是孤苦无一 因为他说 因为神不存在 所以其实就没有所谓的 先存的善 比如说 谁告诉我 我必须要诚实 不能撒谎呢 这样的依据和理由在哪里 正如一位文学家 托斯托耶夫斯基 这样说 如果神不存在 那什么事情都可以 的确 如果神不存在 那么任何事情 其实都是被允许的 不是吗 其结果呢 人就会变得孤苦无一 因为无论在身内 还是身外 人都找不到任何 可以依附的 这个事物 换言之呢 如果神不存在 那我们的生活就没有 没有目的 也没有价值 当做了这些反思之后 萨特尔就总结说 人因为自由 而不咒诅 因为在人所做的 任何事情的背后 都没有意义和目的 因此对于 不相信神存在的 存在主义者来说 他们否认神存在的结果 就是否认人 赖之才能够找到 人生意义和目的的 依附之物 也因为否认神的存在 人的存在 也因此变成了 一种的虚无虚空 那接下来 我也给大家介绍 耶稣基督 他是神的荣美 最完美的彰显 启示和体现者 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呢 作为道成肉身的上帝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不但是我们的救赎主啊 有一位救主为我们诞生了 他也同样是另一位 在太初就与父上帝 一同创造世界的上帝 那在约翰福音四章十八节说 从来 对不起 约翰福音一章三节这样说 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那另一个方面 耶稣基督是对于神最彻底的彰显 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这样说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身子 将他表明出来 同样约翰福音十四章这样说 人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 父在我里面 我也在父里面 然后呢 我们看到的是 主耶稣的到来 是为了要成全神的律法 马太福音五章这样说 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 而是要成全 因此亲爱的朋友 弟兄姐妹们 我们若想真正地认识 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 又赐下他宝贵话语的神 我们唯有透过耶稣基督 别无他法 就像耶稣这样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所以在最后 我衷心地盼望 每一位还在苦苦寻找神的朋友 能够听一听 我们的主耶稣 他亲自地 对你的柔声的呼唤 来吧孩子 凡劳苦但重担的人 都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主耶稣说 我的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的心灵 就必得享安息 让我们一起地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孩子为着今天 在现场以及线上的新朋友 来向你交托 仰望 很久恩主 你都开他们的心眼 让他们 胶着的 寻找的心 能够在你的那里 找到他们 所想要的答案 也使他们的心灵 能够在你的 安息当中 得到真正的安息 使他们 的心 他们的灵魂 能够在你的里面 得着 复苏 能够看见主 你的荣美 以至于能够 愿意 来相信你 做他们的救助 求你听我们 这样的祷告 祈求 是奉主 耶稣基督的 圣名所求的 阿们 谢谢 参与传道 分享主宝贵 的话语 我曾经 看过一篇的 文章 这篇文章是 科学家 写的 他描写 我们地球 有多大 还有 这个宇宙 有多大 他说 如果 这个 我们住在 这地球的 这个面积 是好像 比如是 两脚的 银权 那么 宇宙有多大呢 就是 你放在 这个 银权 掉在 美国 这个国家 这个地面 美国太远 可能我们 有些人 不知道美国 有多大 或者说 放在中国 大概 这样大 所以地球 实在 很小 而我们 人类 也是 很小 很渺小 但是宇宙 是我们 上帝 创造的 所以 比较 来看 我们知道 我们 创造 宇宙万物 我们是 有一位 伟大的 真神 而 他 看重 我们 这渺小 的人 所以 我们要 仿施 靠着 主的 带领 我们 回应 主的 带领 这时让我们 再听 回应诗 荣美的 救主 我们 默想 歌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情 爱情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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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等几年 何等荣耀 何等荣耀 照顾万民之声 耶税 爱情白灵 何等荣耀 何等荣耀 耶税 何等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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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等信仰 何等荣耀 耶稣我主 照顾万民之神耶稣 我要永远 敬来 耶稣我爱你 耶稣我爱你 我要永远 敬来 耶稣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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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永远 敬来 耶稣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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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不完一只剩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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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的教主 耶稣 完美的教主 耶稣 完美的教主 耶稣 完美的教主 辉众请葬礼 这时我们要用使徒心经 来宣认我们的信仰 大家一起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独生的子 因圣灵感应 由同真理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皮罗托手下受难 被定于十字架 受死 埋葬 将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宣判活人使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之教会 我信生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永生 阿们 会众请坐 和归 这时 我们请毛季凤 指示 带领我们一段的带导 谢谢大家 我们同心和一来感恩加美主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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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人永生的阿爸父神 我们满心感谢加美你 感谢你的施恩的手 看顾主的儿女 神的儿女 神的百姓 也谢谢主保守我们每个人都平安健康 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祷告 也谢谢你是听祷告的父神 我们也奉耶稣的名宣告 宣告你是你的圣殿是众人的祷告的圣殿 我们也为着你的圣诞节献上感恩 这些你的圣诞节的意义就是 当地你派遣你的爱死主耶稣 圣诞来到这世上 为了拯救世上的灵魂 这些主的圣诞和主的周难节复活节 和主的荣耀的升迁 荣耀的再来 这些就是为我们人类的灵魂 要拯救我们世上的灵魂 这是你的计划 你的美意 谢谢主 一切荣耀归给你 父神 我们也谢谢你 给我们一个好的圣福 看顾人民的圣福 请公益爱人民的圣福 求你保守他们 总统 总理 部长国家 会延伸精灵健康 求主也因着这个疫情 他们也是很忙碌 求你自驾上头来的 主办的实惠 聪明和试试试 给他们来处理 也求主帮助人民跟生活合作 让这个新加坡的小红点 能够找得得到主的保守看顾 让人民能够找得平安的 主的生活 荣耀主的生命 故神 我们也为主的教会 所主办的圣公会的 的牧者 求主一样的看顾他们 也求主一样的纪念 阿富汗和邻居的马来西亚 主啊 求你拯救他们 错了一切的患难 让他们少的光明来生活 让主也 主你是越何华以乐的供应者 求你也供应他们的 需要的上头来的能力 物力 财力的需要 求你来施行你的 联敏的恩典 康复他 富啊 你叫热头 造好人 也造宰人 你像以给异人 也给不异的人 求你在这个事情上 向前你的荣耀 上帝啊 求你是平安的福给你的百姓 也是力量给他们 让他们的热指如何 力量也如何 来荣耀你的生命 父啊 求你也一样的祝福 你的身上 圣公会的这个大的 预谋大的传祭 在27天的墓区 主你来保守 你的墓者 也保守他们的家庭 保守他们的家庭 保守他们的健康 也保守他们在讲神的敬集 主都恩高他们 由时三天文主教 罗伊敬主教 还有本堂的牧师 传道 领袖 实事们 都求主一样恩待他们 也求主保守主的孩子们 来到你的面前 也求你祝福他们的圣诞节 主是恩是福 给他们蒙恩蒙福 荣耀你的生命 也求主纪念那些身体软弱的 弟兄姐妹 不论在医院 在家养老院 主你都安慰扶持他们 主你给他们能力 给他们力量 给他们生活如何 他们都是靠主喜乐 靠主得胜 又得胜又余 求主也教导他们如何 祝主你的变丧子 祂得医事 让他们的身精灵的医事 来荣耀你的名 求主也纪念 爱传弟兄 劝孝士和王小凤 他们所管理这个越南的施工 求你也保守他们 身精灵都健康 让他们有事会来做 神所喜悦的事 荣耀祖的名 求主也纪念阿孔达 祂管理主的这个平安的施工 主啊 祂的能力有限 只有你的力量 大有能力的神 还能够帮助他 求主你给他 加倍的能力 加倍的力量来做 来荣耀你的名 父啊 我们也为主的教会的 八十多年的感恩 献上祷告 父啊 谢谢你的过去 现在未来的八十年 给你的看顾 让那些世世代代的 这里的信徒们 都爱主的心 直到教会能够生存到今天 能够装修 这是你的美意 求你续续的 祝福那些 不论他们的奉献 大小 主都欢喜快乐 父女有讲过 天的 天的 热意的 是神所喜悦的 求主给每个人都有 爱主的家 出一份 一份力量 我相信 主能够在我们的 生命中 我们越奉献 我们越有信心 越有能力的奉献 直到主的家 父被满意的 恩典 让 头到 头被 今将来的 下一代 也有的 装修的时候 是不接法 父啊 你是越和华 以乐的神 你的恩典 够我们用 求主 纪念 这个时光 求主也纪念 1月30号 你派遣 周先生 来你的 圣堂 来讲道 求你的圣灵 充满他 给他所讲的禁忌 都帮助每个弟兄姐妹 更活热的爱主 跟随主的交通行 做神许悦的事 谢谢主 请我们 祝主重新 喝一的 感恩的祷告 奉主耶稣 得胜 圣明 阿们 我们继续以祷告的心 用主耶稣 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 我们大家一起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的父为圣 愿父的国降临 愿父的子役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热用的饮食 求父 今日赐给我们 又求饶恕得 没有人 我们饶恕得 有人 如同 招旦 拯救我们 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全并荣耀 全是父的 事事无尽 阿们 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们 主里面平安 今天 这时候又到我们家训分享的时候了 首先要 问一下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 有吗 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 没有也没有关系 有一些也很久没有来的 你再次回来的时候我们也同样要欢迎你 希望你在这边能够常常的和我们大家一起的来聚会 好 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的家训分享 首先我们已经在上次的会议 可以给我那个遥控器吗 好 谢谢 首先上次已经报告了 从今天开始 我们十一点半的崇拜就必须暂停 因为可能接下来到二月之后 如果是还没有接种疫苗的 可能都没有办法来聚会了 只能在家里面通过我们线上的直播 继续跟我们在灵里面与主在一起 从这个星期开始 我们十一点半的崇拜就会停止了 那么下一个可以期望的 就是我们一月二号的时候 我们还会有我们的祷告会 那祷告会同样是限制在五十人实体 我们会在楼下的崇拜厅 以一个实体的方式 但是也同时会有直播 所以之前在下午一点十五分 大家习惯一起在线上 跟我们一起参加祷告会的 我们也欢迎你在同样的时间 那么因为没有了十一点半的崇拜 所以我们的时间也提早了 从上一次的一点四十五分 提早到一点十五分 所以一点十五分 大家就可以在zoom里面聚合 我们有一点团契的时间 聊聊天 彼此知道一下近况 那么一点半 我们正式开始祷告会 一直到三点钟 希望是三点钟了 准时可以结束 或通常也拖长一点 大家就带着祷告的心 继续的来亲近上帝 那我们的1月9日当天 我们也会有小组组长和主日学老师的就职典礼 会在我们报告之前进行 所以请各位主日学老师留意 那么组长们我们会个别通知 那到时候我们就会在这里有一个就职的典礼 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就职典礼 所以我们儿童主日学 实体的儿童主日学会在1月16日才正式开课 所以明年开始孩子们就可以再次的回到教会里面 和老师们一起在课室里面有这个实体的儿童主日学 下一项的报告也是关于学生 不过是神学生 我们明年开始有一位商议神学院的神学生 他是毕业班的 也就是最后一年的神学生 叫做林思伟 来自中国罗元 那么他会在1月开始 今天他还在圣南德烈座堂实习 所以今天他没有办法过来 但是1月2日开始 他就会跟我们一起在这里崇拜 在这里实习 一直到他5月中毕业为止 我们也在祷告中来纪念这位的神学生 希望他在我们这边也能够多有得着的学习 思伟同学 另外一项是关于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建堂筹款 我们大概看一看 筹款的目标是50万 目前到手的已经有66万 还有一些是任限 但是还没有收到的 如果你问牧师的话 我觉得进展还算顺利 因为我们这个50万的目标不是在几个月之内要达成 希望是一到两年之内可以完成 所以目前还算是进展顺利 所以也继续鼓励弟兄姐妹们在平日不要忘记 这个筹备这样的一笔钱 以防我们下一代需要再装修 需要再改进 特别是我们后面的两条走廊 跟我们的那个 副楼那一边可能需要的一些装修 我们都积极的来筹款 然后预备下一次的这个需要 这个是我们教区的信徒业校 信徒业校会在1月3日星期一开始上课 有两个课程 一个是在与上帝斗嘴的旧业人物 由青龙牧师 圣保罗堂的青龙牧师 他会在圣保罗堂本身做实体的上课 那么另外一位是离传圣牧师 他是来自这个诸圣堂的 然后他教的是生命纪 这个是线上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 你们按照你们的需要 因为两个课程同时进行 两位都是我很熟悉 而且是教导不错的牧师 所以你们就让上帝带领你们看 要去上哪一个课吧 那么我们这个将临节期的灵修 也在前天圣诞节前夕结束了 那当中如果大家发觉 我在最后有一个短短的预告 所以我们会筹备 希望在华人新年 农历新年之前 跟弟兄姐妹们 跟四位的牧师 总共我们四位牧师 会有一些的切磋 讨论一些的课题 所以希望也可以帮到弟兄姐妹们 特别是你们过农历新年 面对的一些民间信仰的东西 那你们就比较可以 有效地来面对 那我们也有一位弟兄 阎宝林 弟兄在上个星期 已经安息主怀 那么感恩他的家人 他已经有一段日子 没有在教会 感恩他的家人 特别是他的妹妹 还是我们英文堂的会友 跟教会联系 我们有办法为着这个家庭 做一个美好的祝福 也感恩他的儿女 虽然没有在本堂 但是还是在信仰当中 所以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看到这位弟兄 怎么样在他的社区里面 帮助他的邻里 也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 所以这个时候 虽然他家人不在我们当中 但是我们也为着他 这位老弟兄 献上一个祷告 这是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 爱我们的父神上帝 我们为着刚刚回到你怀中的 阎宝灵老弟兄 献上这样的一个祷告 我们知道他日心地爱你 他一辈子地跟随着主 一直到最后 他已经安息在你的怀中 更在他的家庭里面 更在他的邻里当中 留下了美好的见证 成为了一个 能够荣耀主名的一位弟兄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我们也特别纪念着 阎宝灵老弟兄留下来的 一对儿女 以及他们的孙子 当这个上家 在这个不容易的时期 仍然能够在主里里面 知识主你所赐给他们的平安 以致他们能够有把握 有盼望 有信心地走他们前面的道路 主主保守这个家庭 我们来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Amen 最后就是提醒大家一下 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的时候 奉献方式反而变多了 我们的奉献箱在这边 还有后面楼梯口 那么同样的 大家也可以选择用支票 线上转账 或者是二维码的方式 来做你们的奉献 那讲到奉献 我们就预备 新来做这个奉献礼文的宣告 弟兄姐妹们请起立 我们为着我们能在主里面所献上的 不论是金钱的奉献 或者是我们的服事 我们都向主献上感恩 让我们一起用奉献礼文来宣告说 主啊尊贵能力荣耀显赫威严都是你的 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 万物都是从主而来的 我们把从主而来的献给主 我们一同坐下 我们要领受从主而来的祝福 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使你们认识敬爱上帝和圣子 我主耶稣基督 又愿全能的上帝 圣父圣子和圣灵所赐的福 这样在你们中间 藏于你们和你们亲爱的家人 永远同在 阿们 这是我们来听猜浅师 我要顺服 诗歌结束后 我们末导散会 这里有一项补充的报告 就是我们这个圣诞节 昨天圣诞节的那个礼物 也就是我们八十周年的这个纪念的礼物 如果当中有弟兄姐妹们还没有领到的 待会上会的时候请到后面去 跟系领传到那边领去 谢谢 谢谢 耶稣基督是纸帮 是生命中的美好 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一生都干随快报 耶稣基督是纸帮 是生命中的美好 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一生都干随快报 我要说服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到哪里都衷兴 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分土 我要说服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到哪里都衷兴 一生火处 基督赴云的托付 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都 我永远的荣耀 我永远的荣耀 一生怪跑 我要说服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到哪里都衷兴 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分土 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分土 独服饮兴的托付 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 我要说服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到哪里都衷兴 你生火处 基督赴云的托付 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 我爱你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You're the only one that I can live for Zither Harp You are always, always there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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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